這是成功公報電台AM936 大家好,我是海威,也是妙妙 今天要訪問的也是參加公報電台主持人班的學員 但是,這位的事業很特別 他專門在替人拜祭不可以處理的事情 聽說到立即也已經20年了 他不是黑社會老大?聽起來很神秘 他的名字也很特別 叫做什麼人? 我們現在特別邀請這位叫什麼人? 什麼人你好,請你簡單自我介紹 哎,我們美麗的主持人 我不是像你,我是一個很端順的人 也不是我們所說的叫做黑道,有黑道背景 其實,我不是叫什麼人,我叫卸民人 我本身,第三次也合佈差不多20年了 前段大部分都是在處理一些恰合 對於我們說合適老,同到三天 派改一些無法改革的問題 後來因為工作的因素,我還專領了一個部門 但是今天,剛才有找到這個機會 來跟我們鄉親朋友介紹一些 遊館請客 有可能我們會面臨還是遇到的事情 以上,我比較慢慢地跟我們鄉親朋友來做介紹 什麼人,你沒有說到你是叫做什麼名字 我一開始就已經說過了 真的嗎? 我不是叫做什麼人,我叫做卸民 喔,原來是這樣喔 現在不知道要怎麼跟你尊稱 民男哥哥有特董嗎? 你不要叫我小男男就好了 為什麼不能叫你小男男啊? 這樣喔,這位我沒聽到有說話 好喔,這樣了解了解 民男哥哥,我再給你請問一下 譬如說,像有時候我們在駕駛車 譬如說,如果我們用駕駛車 結果把駕駛車走開了 像這樣,譬如說,如果駕駛車 這樣我們是說,可以來申請利益 或是說,要跟什麼黨員來做申請這樣 因為一般,駕駛車上海 我們都會牽涉到強制險的問題 如果強制險,他現在的條件規定 一定都要有一個依固 這個依固從哪裡來? 從京方這條件來 要怎麼去今天一個地方上的人 他發生事故後 他要怎麼去對於優利的政策來提供 第一點,我依照這個節目來說 我幫你分成兩個改單 比如說,我們是輕鬆而已 或是說,我們去用駕駛 有可能我們被弄到,對方造勢逃逸 但是,在我們當時的當下 我們的技藥、各方面 都很正常 這種情況,我是建議 被害者一定要先駕駛的報警 當然,警察有到現場 我們也要向警方敘述 說,我是給什麼車 什麼色的 撞到 警察有可能透過監視紀錄器 去釣那段路 這個時間,有什麼車輪有經過 沒人可以去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抓到這個人的時候 最起碼 就可以製造一個 就讓保安公司對象的對象出來 那第二種情形就是說 這個人被弄到之後 對方造勢逃逸 結果 他是分析不省 去弄送那邊 那這種情形的位 一般大部分 有可能等到這個人清添之後 也能隨時把健康拿出一個意見 我就在隊一天 在隊去弄 然後來就睡不著 我也不知道 我怎麼來這裡 可能要拜託便宜給我提供 是 對上救護車 對上的救護車 給我送來這裡 對這裡去隊中送報案 然後 腳來把這裡的屬性 專格給警方這邊 由警方這邊來幫我們查一下 有這方面的證據後 你不知道有辦法透過 保養公司 還是保養基金 來請求 你應該 你應該得到的保養金 這是 我剛才跟你們分析說 輕鬆 跟重鬆 我們應該處理的方向 聽說民安可可 你的意思就是 我們很少說這麼多的重點 就是 我們如果有遇到這個事故 我們就是要保養處理 對 因為 不管 我們公製的那裡 還是保養基金 他現在都要有一個紀錄 因為 之前剛開始實施的時候 有很多 真的安全也有 假的安全也有 做成很多社會主要的 浪費 然後 變成 一些保險金 給我帶你去 大家也會很高興 所以說 陸陸續續 有一些 相關的 一些法令 他會受害 也 他事情的發生 要來做社會的受害 這個說得很尊重 現在是說 第二點 我們來跟民安哥哥 再請教一下 像我最近 打開一台車 現在 藥部另外 他就問我說 妙妙小姐 你還要補專陷 但是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什麼會叫專陷 我的關聯是 我的關聯是因為說 我今天補專陷 是不是我的車 如果去農到 我就可以 農總修理得好 如果我沒有補專陷 是不是叫做半陷 那新車 如果去農到 是不是就是 收一半而已 那是這樣 我先跟你解釋 你這個專陷的意義 其實專陷 在民國八十七年以前 我們都叫做專陷 主要我有補到車的 以前 起車業務員 在推銷保養 剛才兩種 這種就是 你要補以外的就好 還是要補專陷 那專陷 以前 都是韓瓜式的 有專陷 就切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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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現在已經沒有所有的叫做專陷 他把專陷這個名稱 拆到很適合 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有選擇性 我要補專陷 他現在幫你改做 有請貼材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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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有多樣,他有多樣,他那些刀報的頂竟也分作不六行 要報多少錢,要報多少錢,你要怎麼報 其實決定權都是在我們一個社會者 了解,明蘭哥哥,但如果我車讓我撞到 還是我不是放在路邊,不明損傷 像這個我要報什麼樣,靠法度說在保養公司來理會 一般,停在路邊去都不知道 大部分都是假式車體在做微笑 但是,你說儀式車體,很多消費者也透過很多管道的反應 就是說,我紀念有報儀式車體 結果儀式車體的本質叫做碰撞性 如果我如果其他的部分,有去稍微灰到或去打扣 這樣你們一直堅持所謂的碰撞的事實的話 這樣你們這條本質勢不走 所以說經過過幾個年的修改 他現在我們所聽到的反應 就是說,保養公司放寬 把一台車放寬有五個地方 讓你不用說因為碰撞的這個約束 可以讓你去做 這才能延伸到現在人家說 轉陷跟半陷 轉陷就是我整台車停在路邊去用碰撞的 去用破壞的不知道 我可以做整隻 但是那個保養公司很會 而儀式車體就是我們 我們迷雷妙愛小姐所說的就是半陷 可以讓你做不平 了解 現在第三點,我們跟明蘭哥哥請教一下 是不是我們現在車 現在我們都不在抓酒駕 是不是我今天車有補到敘酒鮮 如果我去撞到人 或是去撞到人的車 我只要有補酒鮮的位 我就可以立背 如果我沒有附加到敘酒鮮 是不是我就不可以穿立背 因為這點其實現在對我們消費者來說 尤其要三個喝一杯的人 很重要 因為 我們以前的一些條件很簡單 如果你有補酒鮮的 我就是當作你有補酒了 但是 後來法令 把你區分做 我是以0.25做一個基準 0.25以下 叫做 那個 不算酒駕 0.25到0.55 叫做酒駕 0.55以上 叫做 觸犯公共危險罪 但是 這個法令 實施後 我們一些邪惠的改善 比較有改善 但是 會喝一杯也是很厲害 所以說 在這幾年 前年 它又把這個法令 更丟了 更嚴重 是什麼原因 因為剛才頂 剛才發生一件 夜少爺的問題 還發生在我們高雄中華路 所以說 以後,如果發生事故,保養公司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個例子 你雖然有酒精的成分,結果你被弄到被人中產死亡 或是說很嚴重的傷勢 警察一樣跟你依上,依上 裁量權不是在警察,是在檢察署 他要不要把你認定你是公共,觸犯公共危險 如果觸犯到的時候,保養公司跟我們的照顧 背後呢,把車主對手 照過這些環圍,其實我剛才說的 其實就是韓國你所問的這個問題 今天不是說飲酒,我有保酒養,我就可以送喝 不是這個問題,因為現在的條件越重越強 甚至會掉扣,甚至會法辦 甚至要執行那個監禁,都可能 都可能,我現在說越重越強 但是有時候真的也是,要保酒養公司 就是說,其實有些我們說鄉親朋友 他都不忍耐喝酒,很辛苦 所以說,他有一個條件 你在零點二五以下,如果真的發生事故 還有,要記得一點點,有跟別人和解 有跟別人和解之後,即使有去醫生 會被判刑的機會,會被列入 我們說的公共危險罪的可能性 就是會被判刑很多 法民有可能會被判還起訴,或是不起訴 這種情形的話,保養公司不可以追查 有這兩種判決的話,保險公司 一樣要幫你判,判掉之後不可以追查 我會跟你說,要加保酒養 就是真的對有的鄉親朋友 有些人先去喝一杯,吃一杯雞辣 沾一杯,就可能有這個條件 這也是要保護我們 保護我們有這個臨界點的客戶 住民也在保障,讓我們農到的受害理 所以說,我們就是 喝酒就是不要開車 我們如果要開車就是不要喝酒 不然我們就是處理 我們就是要帶一個保鞋子 辛苦,讓我們開車 對 現在我們再來跟民燃哥哥 再給我們請教一下 譬如說,我今天 這是我一個朋友 親身的利,A.S.利 他把對方農到 小叉傷 但是他當時,他有拿一個五百塊給他 對我也說,沒有什麼要件 但是他死後,去派出所報警 說這個人給我農到 他就要照事,逃逸 現在像我們剛才這個情形 我們是要怎麼自保 比較好 其實,有很多小車禍 有當時我們 跟對方農到的 發生事故的時候 其實家蘇林都有兩個主觀的官僚 一個主觀的官僚 認為說,你不對 你不對,我為什麼要幫你 那第二的狀況就是說 你就稍微發生而已 我一個意思給你 我們大家處理一下就好了 但是 這兩種心態其實都想不到 有可能 就是 讓我們農到這個人 有可能看起來就是 沒什麼要緊 但是 你如果知道 六點前後 炉內出血 還是其他的狀況都發生出來 這都有可能 那如果真的 我們在現場 開始就覺得 對方就沒什麼 我們一個意思 要給他還是怎樣 或是說 大家 繞一繞去這樣 那 遇到這個情形 不要空口說白話 最好還是在當場 在當場 跟對方在一個切結 在這個切結 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 確定說 我教你 就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去發生這個事情 經過我們兩個 有 口頭上的同意 我背你多少 或是說我們雖然自己刷 我們雖然自己刷 那 有做這個立案的位 你要告我肇事逃逸 你要告我說 不理不睬 氣之不顧 這個不會成立 成立的機會 不多 就真的對方 像我講的 六點前我說 我別人帶走 這個就是追述的問題 不然 我們鄉親朋友 如果遇到這個事情 最好